聽到原來還沒開放 民眾怒氣沖沖 掉頭離開 但這頭解決了一個 那頭又差點有車 誤闖進來 現在你們原本想說走走看 原警耐心解釋 原來都是為了蘇花改 蘇花改 蘇澳至冬澳段 確定二月五號通車 近期趕進度 各類工程車 大小車頻繁出入 連參訪團的遊覽車 也都開上來 造成民眾誤會 何時開上蘇花改 民眾看來超期待 唯有這個例外 隱身東澳隧道轉角處 南北各有一支超速照相桿 一旦沒注意 開快準備吃紅丹 但民眾超速其實並不是 相關單位最擔心的 原來看看包括國道五號 台九縣 台二物 台二縣 全未直通蘇花改 當地議員就擔心 這樣如同三條水管 接入一條水管 蘇澳正肯定大塞車 宜安縣代理縣長陳京德也覺得 國道五號末端兩縣道 轉上蘇花改 變成了單縣道 就怕出現冠槍長的效應 車還沒上蘇花改 入口就塞得沒完 包括分批分段 加強巡邏取締還有 整條蘇花改不能隨便停車 相關單位繃緊神經 就判蘇花改通車 只要便利 不要帶來塞車噩夢 這裡宣言敬語 宜蘭報導